嗨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又要來吃Seven了 因為今天就突然覺得很冷 然後想要吃湯湯水水的東西 暖暖味 所以我今天的午餐是 Seven的這個滷味 我之前好像有分享過 然後它是69元 加上Seven的蒸蛋 不過剛剛店員很好心的用 關東煮的盒子幫我裝 這個是倒塌的蒸蛋 就是有一點湯在裡面 所以我想喝 然後這個是滷味 我覺得這個滷味蠻好吃的 就是它有一點淡淡的中藥味 但不會太濃 然後裡面有蔬菜啊什麼的 就覺得好像很健康 今天這個Set呢不是我第一次吃 是我已經吃過兩三次了 然後像滷味的話我應該回購 有十次以上了 就是在我很想喝湯的時候 我就會點這個來吃 但又沒有到非常餓的時候 我吃蒸蛋了 然後我吃蒸蛋的習慣是會把它們攪碎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香菇啊 玉米跟豆子的配料 欸我吃任何這種軟軟的東西都要把它攪碎 就是像茶凍 蒸蛋 豆花 還有什麼 布丁 我都是攪碎派 你們是哪一派 我的同學好像有一半是攪碎派 一半是不能攪碎派 對 然後像我跟威神的話就是我一定要攪碎 他說不行 結果我們兩個一定要分開吃 他會覺得很餓 耶耶耶 攪碎派 我是不是不要給大家看攪碎的樣子比較好 嗯 鹹鹹的很好吃 我今天本來想要拍就是正式的影片 就是坐在一個位上好好講話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明天好像會出大太陽 所以我今天就改想說要來做比較行政的事情 然後 那個 拍一個Vlog這樣子 因為 因為我下禮拜要二手拍 所以 就是還有很多東西沒有準備好 就是要標價 然後 整理一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但是很期待在二手拍可以跟大家見面 今天天氣好好喔 藍天白雲 昨天晚上還在下雨 吃了一下但是我還沒有吃完 但是其實應該已經超過三十分鐘 因為 我剛剛整個限日入Youtube裡面耶 就你們有沒有覺得Youtube很可怕 因為我常常看Youtube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我來看一個五分鐘短片就好 結果他就會一直推薦一直推薦一直推薦 然後我可能就花了一兩個小時在上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 Youtube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雖然我現在在拍Youtube影片 但是 你們覺得不覺得Youtube真的是一個 還蠻可怕的東西 但我本人真的是覺得Youtube真的是 一線下去不得了 尤其是找到一個新的很喜歡的頻道的時候 就會把他過去的影片想要一次追完 那個時間最可怕 喔然後 因為我12月要去東京 所以 我剛剛其實又分心了 我想要找 就是東京最好吃的送餅 然後我想要先看一下我朋友的一個日記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東京的食物 然後 因為我現在在想說是要吃什麼 Egg Bills 還是 那個 幸福的 棕餅 我忘記他的名字是什麼 但我就是頭腦有那個印象 然後我現在要來看說 我朋友他最喜歡的是哪一種 嗯 這次去東京很想吃很多甜的欸 就我最近 就是飲食習慣有點變了 就是有點喜歡吃甜的食物 尤其是像鬆餅這類的 而且還有那個千層蛋糕 我也蠻喜歡的 怎麼會這樣 變得很 喔喔喔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跟你們說 我最近買了小米的提脂劑 呃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開始吃甜的 然後肥胖的 脂肪應該長得比較快 所以我要開始來 量我的體脂做紀錄 那小米提脂劑還沒有到 所以 等我收到他之後 我覺得我會下定一個決心 調整我的飲食 我覺得很煩 然後我收到了再跟你們說 哎呀好煩喔 嗯 對因為我最近吃的甜食 有比以前多可能 百分之三十左右 我覺得其實蠻可怕 但我一直不想面對 因為我們家原本的提脂劑壞掉 一直無法顯示 所以我就買了一台新的 那如果之後那個提脂劑 很不錯的話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快變成小米粉了 嗯 小米粉 小米粉 傻眼 我講這種冷笑話對嗎 好然後 好 等一下我就差不多 就是把東西吃一吃 把東西整理整理 然後今天的影片就會結束了 不知道你們今天 現在正在吃什麼呢 留言跟我分享吧 喔我今天換了一個粉餅 我覺得用相機拍起來好像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好的 我現在要來吃我今天的中餐是米漢堡 然後它就是一個冷凍食品 透過電鍋加熱就可以吃了 那我自己吃米漢堡的習慣呢 是一樣會把它弄得很均勻 就是肉跟飯變得很均勻 然後用湯匙吃 因為我覺得用湯匙吃這樣比較快 所以我都會放在碗裡面 然後攪拌均勻吃 就完全不是米漢堡的吃法 這個米漢堡我剛剛忘記說 它是主婦聯盟賣的 然後我大概從高中就開始吃了 所以這個在我們家就是一個 長備品 會一直放在冰箱裡面 肚子餓了就可以退冰吃 它裡面就只有肉跟飯沒有菜 所以通常 就是會再打一個菜吃會比較均衡 但今天沒有時間等一下要去修電腦 快來不及了 然後眼霜跟麵霜 因為鳥山泰德的精華 聽說好像是比蘭蔻的小菜品還要更便宜一點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我會喜歡買套組 因為我很喜歡吃吃的東西 如果有喜歡的話我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喜歡的話我再跟大家分享 嗨!我修電腦回到家很久很久很久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晚餐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外送 叫做這個樂活食堂 然後我通常會叫兩個便當 一個是胡麻雞肉串 一個是這個 這叫什麼 豬肉片的 這兩個是我最喜歡的口味 然後它都會有這個紫色的番薯啊 然後酸酸的梅跟紫米飯 還有一些花椰菜啊 香菇之類的配料 我是覺得這家還蠻好吃的 而且 叫外送的話 最近是在 Honestbee Foodpanda 跟UberEats都有 我之前是覺得 Foodpanda的運費最低 那最近因為Honestbee 11月在免運費 所以我最近是用Honestbee 然後我覺得大家就是 訂之前參考一下這三個 外送的app的 那個服務費跟運送費 再決定要誰訂 沒錯 就這樣 然後我現在要去 加熱他們 就可以吃了 通常我在訂這個便當的時候 我會訂兩份或三份 因為神運費的關係 我會把它當中餐或晚餐 或是有一份給我媽 這樣子 所以這樣一份 大概就是 160塊 或是170塊 我覺得 還OK 沒有 剛剛點火 真的 很厲害 對 超自曬的 快看 算是 industry 就是很原始的感覺 但是吃的時候它的調味會讓人覺得很滿足 就像我很喜歡它這個醃的番茄 因為有時候吃這個紫米飯會有點膩 然後很膩的時候搭配一個這個番茄 就會變得比較清爽 你們喜歡吃紫米飯嗎? 我很喜歡吃紫米飯 然後今天的這個肉是胡麻雞肉串 最近啊吃飯都不知道要看什麼 因為最近就是沒有喜歡的日劇 所以就沒有什麼在追劇 覺得吃飯的時候有點無聊 我吃飽了 我剛剛超級認真在看YouTube上面的訪問影片的 然後看完就覺得心好累 然後現在我就是要收一收開始剪影片了 最近有點煩惱 有些事情 所以 好煩喔好煩喔 最近就是真的是一直這個狀態 但是呢 對著鏡頭說好煩 就是 也沒什麼用 所以 趕快去剪影片囉 掰掰